新的模組 另外分開來 一個是正的一個是反的 把它分開來 那如果你把兩個放一起的話 那你會發現它變成有點像是這樣的一個形狀 甚至如果你要做個一個菱形的話 其實也可以菱形輸出嘛 甚至的話你 可以畫畫看嘛 可以畫一顆樹出來嘛 有沒有用那個 這個信號可以畫一顆 樹出來 甚至一個耶誕樹 但後面你可以自己再練習一下 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輸出什麼 像我剛剛輸出這個 1到13顆星 那我希望能夠怎麼樣 在 這個信號的前面加空 空白 讓它 可以本來由這邊對齊 對齊左邊這邊的 這邊是對齊左邊這一條線 把它改成對齊右邊這一條線 那也就是說信號要把它移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變成空白 這邊的話變成空白 那我剛剛講過啦 所有的信號呢 跟空白的總數 無論哪一行 都是13 也就是最後一次 13顆星嘛 對不對齁 然後這邊是一顆星 但一顆星前面要補 12個空白 OK 所以你會派12加上 1的話呢 它total就13 那底下這個的話呢 下一個的話是 11個空白加2顆 Total也是13 所以喔 我們其實喔可以這樣做啦 可以在新號 這個的第2行的地方Enter一下 那第2行部分的話 意思是說我要輸出那個什麼 輸出空白的 位置 但是問題要輸出幾個空白 那空白怎麼輸出喔 其實你最簡單的方法啦 一個雙號裡面呢 放一個空白鍵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輸出空白 但問題喔如果你現在輸出 這樣一個空白 那變成它輸出的話變這樣的空白 而且它要換行 所以喔你可能還要注意一下 這邊會多換 換行的話意思是應該有個printer 它每一個printer後面都會自動幫你換行 所以呢你必須要 如果你要把換行拿掉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前面講過有一個方法 豆點什麼 end什麼 等於 沒有東西 意思就是說把printer後面加的那個換行 幫我把它刪除掉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啦當然 做出來結果 當然不是我們要的 可是又是另外一種效果 如果我在前面 加上一個空白的話 那它有點像什麼 所有的新號呢 都向右 推了一個空白 好像有那像 那如果兩個呢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兩個空白 有沒有 執行的話 它變成推兩個 不過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是什麼 我們要是 依次的話 所以喔如果剛好要的是 這個地方的話 空白數量 要跟什麼呢 跟新號呢 加總起來的總數 剛好就是 13 所以喔 其實我們可以 用這個地方 根據 新號跟空白 加總總數是13 的規則 我們可以讓它什麼 後面乘上 然後呢 新號有什麼決定呢 由i的數量來決定 所以我們可以 在這邊 加一個 加一個公式 就13 怎麼樣 減掉i就好了 那記得喔 13減掉i這個可能要先把它 先把它刮扶起來 意思就是說喔 反正呢 我總數喔 就是 就是新號加上那個空白呢 它的總數呢 一定要是13嘛 那我就是 把它減 假設我 新號如果1的話 那我就把它減1 那這個時候就輸出12個空白 有沒有 那當i如果等於2的時候呢 那就減掉2 那就11嘛 意思類推 當i等於13的時候 13減13 剛好0 0的話剛好就沒有空白 有沒有 那剛好完全 Match我們要的結果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如果這樣的輸出的話 結果會不會OK呢 有沒有發現 輸出就我們要的 12個空白加1顆星 11個空白加2顆星 一直到最後的話是0個空白 有沒有加13顆星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OK 那再來的話呢 顛倒 顛倒的話我們拿這個 其實顛倒的話 其實就把這一行 其實把它複製到另外一個模組 這個是顛倒的 那其實喔 甚至應該一行程式都不用改吧 這個 這個邏輯都一樣 因為反正呢 Total一樣是13顆星 只是我顛倒過來放而已 所以喔 把剛剛的程式 放在第二行 一模一樣 應該不用改吧 我印象中喔 知情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顛倒 最後結果的話呢 也會是 就是 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要顛倒 中間這一行根本都不用改 要改的其實也是Range 部分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大功告成 然後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第三個變化 所以是正向的輸出 反向輸出 然後呢 在前面加 空白 最後的話喔 還有一個變化喔 這個變化會越來越複雜 我先用正向來看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輸出的結果喔 長得像這樣 各位可以看一下 往下捲動 等腰三角形 這什麼意思喔 意思就是說我希望喔 我們現在做出來的這個結果喔 的另外一邊 又多增加這一邊的星號 有沒有 那也是讓他變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可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有沒有一個固定規則 其實這個前面都一樣啦 這個12個空白 一直到0個空白 那只是說多這邊喔 多這邊 可是你這邊有什麼規則呢 這邊的話應該 你這樣可以這樣看啦 或者是另外有個方法看 就是說 輸出的那個 星號 本來是一顆星 兩顆星 現在變成一顆星 三顆星 之前是1234 一直到1 之前是1到13 那變成這個的話 應該變成什麼 1到多少呢 應該這邊也是13啊 不過這邊的話應該要多 多一個12吧 有沒有 就是 中間這一顆 等於12 等於13加上12的話 這邊25 有沒有 然後呢 再來就13 5 7 9 有沒有 一直到25 所以你會發現都是什麼 都是奇數的喔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所以反正你就找出規則 然後可以把這個結果變出來 反正而且我跟各位講喔 寫法可能不只一種喔 喔 因為 你可以 做出這個形狀的這個 公式喔 可以有很多種 但前提就是你要先把規則找出來 然後把這個結果給輸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第 第4個變化 等腰三角形輸出 等腰三角形輸出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OK OK